Hello 大家好 不見了大家差不多一個月 香港發生的事情實在很多 可以簡單總結一下 好像教協理事會宣布解散教協 民陣宣布解散民陣 支援會常委會又說要解散支聯會 但警方仍然發通知書 要求支援會負責人提供有沒有做外國代理人的資料 另外,警方國安處都拘捕了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四個學生 而律師會改選,反對派候選人去年有1200票 今年就不見了,結果反對派候選人全部敗選 那麼多事發生了,應了毛主席在滿江洪當中的幾句 多小事,重來急,天地轉,江陰壁,一萬年太久,只爭招席 香港招席之間真的發生了很多事 上面說的事隨便一見過去都是大事,可以是一年之中最大的新聞 但如今發生這些事情,可以說帶不走一片雲彩 大家都見怪不怪 在這些大事背後,就見到激進反對派兵敗如山倒 以教協解散為例 民宣下爺雖然對教協強力施壓 但本來也只是想逼他非政治化 但想不到他一下子就宣布解散了 蔡右檢討,可能教協相關的主事人 也真的心中有鬼 做了一些涉及違反國安法的事情 怕會上身,所以馬上解散被禍 世事往往出人意料 現在大勢就在阿爺這一邊了 另外也想說說中央十四五規劃宣港團來香港 在香港,孫港團詳實十四五規劃 能夠為香港帶來的機遇 但是,孫港團結束訪港之後 無論特區政府到香港的社會精英 到底對孫港團帶來的訊息了解多少呢? 我就聽到一個內地高人有此評價 他說,這幾日,孫港團實在說得太直白了 說香港不進則退,萬進也是退 我在孫港團開始的時候 怕說得太重 怕香港的人,怕香港官員接受不了 但是,現在他們回到北京的時候 看到香港的社會,看到香港的政府 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又擔心香港的朋友,其實是聽不懂 由於香港人對內地的話語體系不了解 他說,恐怕香港人聽不出懸外之音 以為真是自己做得好好的話 看完高人這個評價,的確有點感嘆 我覺得可以舉兩個例子說明一下 第一,黃柳權的總結 孫港團團長、港版副主任黃柳權 在香港一連三日主持多場會議之後 就說有三點感受 第一,是感受到特區政府管治團隊 擔當進取積極作為的新氣象 第二,是感受到香港社會各界 愛國、愛港深系發展的正能量 第三,是感受到香港青年樹立遠大志向 搶走發展機遇的新希望 香港人、香港的官聽到這些話 一般會覺得是相當正面的評價 但是內地朋友就說 這些都會叫做打氣話 是為香港打氣 希望特區政府、香港各界和香港青年 朝政國的方向再加把勁 特別是能夠融入中國的十四五規格方面 再多做一些努力 究竟是讚許還是打氣? 兩地文化不同,理解就很不一樣了 第二,駱惠寧的中谷 中原辦主任駱惠寧在香港大會上的發言 去到尾段就說 市場經濟競爭激烈 不盡則退,慢盡也是退 香港人會覺得 這只是一個客觀描述 描述香港的狀況 但內地朋友就會認為這是一個中谷 他說你想想一下 有一個中央領導去到你的省上巡視 巡視完之後 就對省級官員拋了幾句說 說你慢進也是退 其實意思就是你太慢了 你追不上別人,你退步了 你說省委書記、省長聽到這些說話 是不是會流冷汗呢? 但香港人、香港的官員 也似乎聽不明白 總結這次京官的十四五規格宣港團 我覺得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訪港時機 內地在今年三月已經發佈了十四五規格干擾 為何等到現在 即是五個月後才來香港宣港呢? 主要是阿爺等香港訂立了港區國安法之後 等香港完善了本地的政制 等香港局面穩定下來 才派京官來香港 甚至入立法會這麽富象徵意義的地方 去宣港十四五規格 當中首先就有清晰的政治含意 可以說是回到阿爺的主場了 第二,除了政治方面 也有經濟方面的考量 中央覺得香港過去幾年發展經濟方面長期迷失方向 首要問題香港變成政治城市 特區政府把大部份的精力都放在處理政治問題上 其次是香港的經濟政策有些萬無目的 未能鎖定發展方向 所以阿爺一等香港的政治局面穩定了 就馬上下來了 十四五宣港團來香港 就要讓香港重新把目標聚焦在經濟發展之上 特別是國家的發展規劃之上 第二,是香港發展得太慢 從駱惠寧說 萬俊也事退 到黃柳權說的蘇州過後沒有停搭 說的都是香港正正是錯過融合內地高速發展的機遇 回想,2017年7月 習主席來香港的時候 他已經告假香港人 要聚焦內地的發展 要好好利用國內的發展機遇 他當時已經提醒香港人要小心 說蘇州過後沒有艇搭 現在四年過去了 這艇不止離開了蘇州 已經揚帆出海去到很遠了 香港依然故我 除了搞小打小鬧的措施之外 根本沒有做一些與內地融合的重大舉措 政府整個思路 並沒有與內地的發展方向做出對接 這就是駱惠寧所形容的 香港行得太慢 跟不上步伐,變成倒退 這個問題必須正視 第三,可能是更重要的 是香港人、香港的官員無感 內地對香港多番提示 甚至龍兒仲之派宣廣團來香港講 一開始會怕說說得太重 但宣廣之後 見香港人沒有什麼反應 這就突然在人民日報發了題為 抓住發展機遇 香港要有萬進也時退的鏡頭 這篇評論文章 阿爺都不怕畫公仔畫出牆了 就是怕你不明白 萬進也時退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人民日報的文章說 香港的發展機遇在哪裡 答案已經很清楚 全球發展最大的機遇在中國 香港發展最大的機遇在內地 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做強內工 鞏固提升傳統優勢 培育新的競爭優勢 國家已經密集出台了幫助香港的政策 無論打造共建一帶一路的功能平台 還是高品質地建設於港澳大灣區 都應該注重充分發揮香港 超級聯繫人的橋樑作用 人民日報的文章打開口牌 勸勉香港人要好好珍惜國內的機會 總共講到個明白 到底香港人是繼續盲目不仁 還是會改過自身份起而作呢 這是兩種截然不堪的態度 大家一定要全面地理解當中的含意 做好自己在找機會 否則香港即使平定政治動亂 但社會經濟仍然外外濟濟 恐怕在過一段時間 香港都會變成死港 香港不但做不到中國的紐約 連波士頓都做不到 最後恐怕就變成中國的底特律 即是一個死城 未來香港會選舉特首 究竟下一屆特首 究竟有多認識中央對香港的忠谷呢?